回顾安大略国际机场的历史 它始于1923年 最初名为拉蒂墨机场 仅是一条泥土着陆跑道 六年后 1929年 南加州最早的飞行俱乐部之一 安大略机场之友 在此成立机场 且当时加州安大略市政府 以12000美元购买了30英亩土地 正式成立安大略机场 到了1941年 工程进度管理局开始着手 在安大略机场建造混凝土跑道 且在二战期间 安大略国际机场作为军用机场 禁止民航航班起降 随后于1947年恢复 直到上世纪60年代 加州安大略市对于该机场的发展目标 是使其首先成为南加州地区的 除了LAX以外的第二个主要机场 位于南加州内陆帝国的 安大略国际机场宣布 2024年第一个月 就接待了近47万名旅客 其中包括创纪录的 45,012名国际旅客 对此同样是亚裔移民之一的 安大略国际机场执行长 阿提夫·艾卡迪表示 首先归功于 内陆帝国庞大的移民增长潜力 我们已经很幸运了 在这种情况下 移民地区领域的 移民地区领域 移民地区领域 安大略国际机场执行长 阿提夫·艾尔卡迪还分析 国际旅客数量创历史新高 不只超过了去年7月 刚创下的超过4.3万国际旅客人次 且比2023年1月增加近90% 其中中华航空便是这个主要增长的重要贡献单位 换句话说 中华航空从台北至安大略的航班激增 是重要的影响主因之一 如果我们想谈谈中国航空的特别 他们已经成为了一个美丽的伴侣 他们真的做了一个很棒的工作 在航空间成为一位伴侣 并真是给予社区的服务 所以他们每天航空航空 在疫情时时 他们必须拒绝服务 然后他们 slowly开始回来 在2022年 然后他们回来到一个日常的服务 然后他们做得非常好 然后他们成为了很棒的伴侣 如果你看到的航空航空 用中国航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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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是要去台北 但他们也使用那航空航空 到其他地方的东西 whether it's to the Philippines whether it's connections to mainland China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 从San Gabriel Valley 南方 Orange County 我甚至听到有些人 从San Diego 去用中国航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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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 在用那航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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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下国际旅客人数增长超过一倍 达到26万帧次 且过去35个月来 安大略国际机场 已成为全美所有持续增长的机场中 增长速度名列全美第一 展望安大略国际机场的发展规划 虽然目前仅有中华航空一间 亚洲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 但安大略国际机场 执行长Artif Alcati指出 随着机场不断升级 很快将能为亚洲市场 提供更多航空服务的新契机 到时候也欢迎更多 亚洲航空公司前来洽谈新服务 对于这项卓越的成果 Alcati执行长毫不讳言地指出 内陆帝国强劲的就业增长 是安大略国际机场 旅客稳定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且这种增长持续超过了 南加州其他机场 换句话说 安大略国际机场的高速发展 正靠着内陆帝国 在2019年到2023年之间 大幅增加的超过12万个就业岗位 使其成为加州就业机会最多的地区 同时又加上人口增长 同时也创下全美386个大都市中的 第12名领先旧金山且仅次于波士顿 而面对如此庞大的旅客需求量 奥卡迪执行长同时也做对了一件事 那就是创造出互相肯定与尊重的工作环境 才能在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当中砥砺前行 值得一提的是 安大略国际机场不只是全美成长速度最快的机场 且在科技创新方面同样也做到领先全国 因为就在2003年12月 安大略国际机场便联手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揭幕了全新的简化入境流程全球入境注册中心 特色是可将一般人过海关 动辄45分钟到2小时的排队等候时间 透过Global Entry缩短到5到10分钟内完成 前提是只要身为美国公民 美国绿卡持有者或包括台湾在内14个国家的国际旅客 事先通过背景调查就能获得这项便利 也就是说 透过这项安全高效且直观的流程 可谓抵达美国的旅客 提供全新的快速通关体验 我认为确认性和确认性 我们的总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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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 我们要所有的观似流程 这个活性能做的 Political max感触 connection 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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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 所经浪子发生的观众 所以我们已经做出 От约的内容 ande过但我希望我们可以做更多 所以我们的 Odовlo和我们真的做到 齐ر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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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 we 这部分明信临聚 This fácil说 omin an app for regimen to the airport that gives you notifications when there's things that you can purchase does that mean contactless purchases all throughout the terminals is that biometric technology that we have in our international facility with simplified your rivals yes and we've already started that but for the domestic passenger we will get to a point where you don't have to pull out your ID that it'll the TSA will just be able to recognize your face 将南加州人口只有16万的安大略市 打造成足以联系全球各大城市 且每年服务超过20万的国际旅客 安大略国际机场 透过巧妙联系起南加州 成千上万的亚洲旅客 不只贯彻了机场经济学 同时也带动新一波的城市发展 且强调安大略国际机场 拥有比洛杉矶国际机场 更便捷的交通环境 以及更长的跑道 所以经常会负责起降重量较大的飞机 安提佛阿卡迪执行长还介绍 中华航空不止现在成为了 最重要的航线之一 而且在未来将会成为 安大略国际机场通往南加州 各地的国际门户 东森新闻团队李宗瑶关键 在安大略国际机场的采访报道